但只因为他是富豪的亲生儿子 宝物就自然而至 这完完全全是不求自得啊 佛陀 我们现在的心境 就如同这位富豪的儿子一样 我虽然无所欲求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如来的孩子 所以自然而然的获得佛的无上珍宝 是的 无欲的确是获得无上珍宝的先决条件 唯有无欲才能够彻悟成佛 而无上珍宝的大圣 就是成佛的根本 我们就像流浪五十年的浪子啊 对啊 而且 好高兴 只有终于和如此不斑的佛陀相遇啊 就是由于是好奇心的趋势 我们才从老远的地方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呢 可是仔细想来 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次的相遇 是因为我们还活着的缘故啊 是啊 是有人让我们活着 我们才能看此不佛陀相会啊 对 就好比那个富商的儿子 一直心甘情愿的做卑微的工作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也要全力以赴的面对人生哦 对啊 对啊 想到这里 真是高兴又感动的 让人流泪啊 是啊 真是高兴 真是高兴又落足 有些高兴 是高兴又恶高兴又你版的 真是高兴一物 學佛之路有塵過 這就是真解脫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群立製作的成員之一,教育敬美 謝謝大家欣賞這一部火電故事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們的公眾環境 目前我們只有三個技術人員 這位是徐克平先生 你好 掌聲教練者 你好 整部動畫篇,我們採用了現今的三回動畫技術 由於這個項目比較蠻大 而且整個三回動畫技術的流程比較複雜 所以在進步上面會比較忙碌 希望大家都有麻煩 同時也歡迎大家給予批評及執政 我們會在不進前居室的帶領下 繼續努力爭取在以後的製作中有所提升 那我們在下一段影片再見,謝謝 明天下沉船 各位大家在這邊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